第四百三十七集 我再说一遍 老实回答我的话 我说了你们也不会信 总之 我是冤枉的 冤不冤 等结案的时候自有定论 现在你需要老老实实的交代 你做过什么事 看到墙上写的什么吗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那我说出来 你们会信我的话吗 你们要是信的话 我把那天发生的事 所有事都说出来 只要你说实话 我们肯定会信你的 不过你现在所说的所有话 都会被记录 如果说假话 后果很严重 我说真话 我把那天发生的事情 都说出来 接着我就把那天发生的事情 完完整整地说了一遍 当我说完的时候 那个警察把桌子一拍 大声地说道 杨小冬 你说书呢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 心机还不小 编出这套故事 骗谁呢 把你做的事 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警察叔叔 我说的都是实话 没有半句假话 实话 你这拿鬼神之说 掩盖你故意杀人 强奸的罪责 拿我们当三岁小孩 我看不给你吃点苦头 你是不说了 我说的就是实话 没有半句假话 我没有害大妞 我是在水里救他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在这里喊冤的 我见得多了 看来我不给你点厉害 你是不说实话 说完之后 警察走了过来 把台灯照在我的脸上 炙热的光亮 照得我睁不开眼睛 警察对我说 你不说的话 我们有的是手段 让你说 我已经说完了 没有汉人 更没有强奸 我是冤枉的 好 你还不承认 这是找罪受 接着拿来了一个酒瓶 对我说 杨小冬 老实交代吧 免得受皮肉之苦 我说过 我是冤枉的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你小子嘴怪硬的 你可知道 这里是刑警队 你就是一个铁人 也得开口说话 现在你交代的话 就不用吃苦头了 我没有害人 凭什么承认害死了人 我已经把事情 说得一清二楚了 你们不信 还要我承认什么 我刚说到这里 警察冷冷地对我说 你知道我们最痛恨什么罪犯吗 最恨你们这些强奸杀人的 今天想说也得说 不想说 也得说 说完之后 弯下腰 抬起酒瓶子 大头敲在我的脚踝骨上 当时一股的酥麻酸痛的感觉 传到大脑上 那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感觉 就像是一把火 从脚踝骨直接烧着往上走一样 整个的大腿不知道往哪放了 痛苦的我大喊一声 第一下的疼痛还没有消失呢 接着又是第二下 那种疼痛的感觉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我疼得大声地叫 叫着 我是冤枉的 你们把我打死 我也是冤枉的 警察让我交代我的犯罪经过 已经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了 根本就没有他们想要的口供 我知道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松口 但痛苦让我难以忍受 我只能大声地叫着 来缓解我的痛苦 我的双脚被靠在审讯椅上 不能自由地活动 双手也被捆住 想要躲避过来的瓶子 却根本办不到 只能是警察敲一下 我痛苦地大叫一声冤枉 几乎把所有的力气都好出来 最后警察怒了 直接拿来一本书 垫在我的胸前 用警棍朝着身上打 这样打是为了不留下痕迹 还会觉得非常痛苦 橡皮警棍一下一下地 打得我喘不过气了 不过我还是喊着愿望 警察打累了 再审我还是大喊愿望 我的胸口发闷 感觉自己身上的骨头都散架了 浑身上下疼得要命 在隔音的审讯室里 我感到孤独和无助 再这样下去 不知会不会被打死 不过我横下一条心对自己说 就是被打死了也不能松口 开始的时候我还喊怨呢 到最后 干脆眼睛一闭 咬紧牙关不吭声了 警察看我不吭声了 怕把我打死了 在另一个警察的劝说下就停手了 他对我说 你小子年纪不大 嘴还挺硬啊 这点有点像是老油条啊 不过我们现在就跟你玩熬鹰 没有几个老油条能熬下去 说完之后 把台灯往上抬起头来 对着我的眼睛 那灯泡是有点像现在浴霸上 周围有镀膜 可以保证所有的光都往一个方向照 照起来非常的难受 警察用灯照着我 不让我说话 一直的问我话 开始的时候我还非常清醒 不过慢慢的 我的脑子开始糊涂了 大脑里一片乱麻 耳边的声音开始不珍视 好像产生了幻听 我极度的贫乏 想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 可刚闭上眼睛 就被抓着头发叫醒继续审问 这种方法可是极度的消磨人的意志 我感觉快不行了 真的快不行了 耳朵边的话语变成了鬼叫 眼睛里的强光灯 也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妖怪 我一直整个的就要垮掉 我想这个时候 警察问我什么 我就说什么 就在这时 我眼前的强光一下子关了灯了 我的眼睛像是瞎了一样 周围一片漆黑 看不清东西 极度的困乏 头一歪就睡着了 当我再次被叫醒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车上 还靠着手铐 我揉揉自己满是眼屎的眼睛 问道 这是哪儿 北山看守所 你小子是不是找了人啊 能量还很大 让我们管行政的副局长亲自打电话 让我们把你关进看守所 接着补充侦察 不过你小子也别太嚣张了 等我们找齐了证据 你一句话不说 照样定你的罪 我是冤枉的 你们得找证据还我的清白 主嘴 说你胖你还传起来了 找地方了 赶紧的下车 说完把我手铐一拉 一下子就要拽下车去 我抬头看看 只见眼前是一个大铁门 铁门上有港楼 在港楼里站着 核枪实弹的武警 墙上扯着高压电网 那个大铁门很高很厚 在旁边写着北山看守所 一个警察过去敲门 小门打开了 警察递上了证件 接着大门打开了 两个核枪实弹的武警 警惕地看着外 这时两个警察押着我进去 武警给我验名正身之后 就被带到了后面 尖压区 看守所的武警 只是看守大门 在尖压区是狱警 穿着警察的衣服 和警察没有什么两样 我被带到了一间屋子里 两个警察交代完了之后 让我签了字 一警察对狱警说 上面交代好了 好好地照顾下这个小子 说完 朝狱警笑了笑 狱警会议地点了点头 我当时心里挺感激 那个警察的 可到了监房里 我才知道 好好照顾 其实是一句反话 就这样 我由公安局关押 转到了看守所 被看守所正式拘留 狱警给了我一个黄色的马甲 让我穿上 然后领着我来到了十号房 我在庄上听人家说 在看守所里的犯人 分三六九等 一般情况下 在压得杀人犯和判了死刑的 这类人已经是死罪了 在里面不怕死 是监房里的大哥 黑社会是金字塔的第二层 在监狱里 最看不起的就是强奸犯和小偷了 他奶奶的偏偏就被冤枉成强奸犯了 到了那间大房子里 里面的人一阵欢呼 似乎在欢迎我要进去了 我进去之后 预警交代那些人说 上面有交代 让你们照顾一下 不要照顾得太好 下手轻点 别弄出事了啊 说完之后 厚重的铁门就关上 门上的铁窗非常的小 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 看守所在我的印象中是神秘的 可现在深陷淋浴 被关进了看守所 终于有机会接触看守所